嘿嘿,今天因为外面下雨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拌面 好啦,因为我觉得最近真的就是真的也懒得出去 再来就是呢,最近好像就是确诊人数蛮多的 尤其在可能常听说听说听说就是在永和这边的确诊人数 好像比一般现实还要多,但是因为永和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密集 那我们就是选择在家里吃东西,那这个拌面其实蛮方便的 关妙拌面,好吧,就是我个人喜欢吃蟹面嘛 干的都可以,那我今天就来做沙茶跟傻瓜面这样子,好不好 然后首先呢,我就先来做个温泉蛋 然后再来做拌面,好吧 好啦,现在要做温泉蛋,我觉得对我觉得最方便的话呢 就是它里面呢,就是加这个白醋,有没有 就倒一些白醋进去,然后呢,让它保持漩涡爽的 让它这样子旋转,旋转跳跃,好,让它旋转,然后蛋就要下去啰 搭成漩涡爽,搭成漩涡爽 搭成漩涡爽 它就很阴密的,就可以变成温泉蛋 它就很阴密的,就可以变成温泉蛋 它就看你自己要多熟了,有没有看到 好啦,来用沙茶拌酱,但是因为现在沙茶是剩这样子 其实沙茶应该是要一匙的 我们先用这个,酱油糕,沙茶一匙,酱油糕一匙 然后酱油糕呢,其实我是用这个牌子的 这个牌子听说蛮不错的,但这个牌子也蛮贵的 要一小瓶要一百的数 这样一匙,OK 然后呢,鱿鱼,沙茶酱其实只要一匙 但是因为只剩这样子,我们就直接把它放进去啦 我现在已经放进去咯 把它拉来 不要浪费 OK 这样就完成沙茶拌酱了,那今天沙茶拌酱呢 我就直接加一点蒜泥进去 加一点蒜泥进去,拌它 那会更大喔 OK,完成 好,拿一下就是沙瓜面,沙瓜面的话呢,就是酱油1.5匙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这个牌子的就是蛋酱油 那蛋酱油的话呢,我就会用个1.5匙 好,好,然后呢,再次炒一匙 然后,再次炒一匙 炒一匙 OK 再次炒一小匙 然后,我个人喜欢吃辣油,我就会在里面加一点辣油 来,搅拌一下就可以咯 来搅拌军菜喔 早上的大小匙 好,好,好 好 好 妈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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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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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